当经济不紧切的时候 大家都会非常来关注企业 是如何带领大家来应对危机的 我们看到这一位 这是日本的经营之圣 叫做道胜和夫他过世了 不过上志哥我们知道在过去 他最有名就是带领两家企业 进入世界前500强 而且最有名的就是他让日航 原本已经濒临破产 结果在一年之内就起死回生了 没错 那么这一次有关于 道胜和夫的部分的过世 在整个亚洲包括全世界 在管理学的领域都其实是 表达了致哀 讲到管理学 很多人的想法都是 都哈佛气管 然后Walton商学院 等等的这些西方管理的思路 但事实上在东方 那么特别是在日本 因为在整个二次大战之后 整个经济发展起来 所谓这个包括企业的管理 跟治理这个部分 其实形成了以日本的思路 有四大经营之神 包括了其实松下的松下信之柱 Sony的部分的盛田招夫 另外还有本田的本田综艺 另外当然就是最近才刚过去的 最后一位 这一位那么就是道胜和夫了 那么道胜和夫 其实他的生涯 其实很多人 包括在华人世界 很熟悉 原因我们待会会讲一下 当然来介绍他 大概都知道 他很年轻的时候 创办了这个京都陶瓷 朱氏会社也很有名 那么他先前透过 在很早年的时候 这就是有关于科技材料 他就创办了第二 日本叫做第二电电 他其实就是电信的公司的意思 就是第二电信 那么他开始跟日本 当时非常昂贵的 这个所谓国企 那么来打对台 但是他创办当中的 非常灵活的市场理念 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他就后来拿下了 整个五成以上的电信市场 而当时就创造了 这个第二个世界500强企业 所以其实以他 在当时50多岁的生涯时候 已经是在日本的 那么多的产业 刚刚讲也有松下 苏尼 本田 包括丰田等等 他还是创造了 他非常独特的经营的成绩 可是在那个时候 他觉得其实是差不多了 所以他当时就决定 追求更多自己人生的 哲学的思考 所以他在1997年 1995岁的时候 他就决定出家 他是真正的出家 那么到京都的原福寺 著名的寺院出家了 出家了13年 而且当时最受到瞩目的 在日本国内是 他就把自己赚的 这个公司的股份 无偿送给员工 那么他就说了这句名言 他说公司的目的 不只是赚钱 更重要的是为员工 谋福利 很平淡的一句话 但是谁哪一个老板 可以把所有的股份 都赚出来 但他在这个时间点上 很重要的部分是 一方面他当时 开始在思考 整理自己的经营哲学 当时就整理出发 就是他很有名的 叫做阿米巴经营 或阿米巴管理 那么意思就是说 他认为大大小小的 企业经营当中 你一定要把组织的 每一个小部分 就像阿米巴原宠一样 他们自己必须要有 自己的一个 跟市场接触的 就是你其实是行政部门 不只是厌务部门 跟市场接触 行销部门 都要跟市场有所接触 而且自己要有一个 集合的机制 那么你不只是 是只有利润而已 所以每一个地方 都是变成阿米巴 整个公司的经营 一定没有问题 在2010年的时候 当时因为日本 在2007年 当时因为金融风暴 所以邦时的日本航空公司 已经濒临要倒闭 那日航当中的 最大的股东西 是日本政府 所以当时日本首相 向民主党的 揪山游记夫 三顾毛流 请愁他 他说日本的翅膀断了 请您出山来经营 后来当然 于是他就 道成和夫 就真的出来接手了 当时日航 整个的改革争转型 他接手之后 半年内 当然还是原本 在日航里头 内部的派系 包括董事会在抵制他 但是他非常 耐着性子的部分 当派系的最大阻力 离开之后 马上他所有的 刚刚讲 阿米巴经营的 这个部分 他就导入了 同时他自己是这样 不只是董事会 里面的决策改革 包括柜台小姐 航空公司小姐的笑容 包括机公司里头 他们的手套 让每一个人都理解 不要说那么大的公司 你就觉得 他当时提出说 日航的部分状况 严重到 所有人都没有人觉得 就快要倒闭了 因为太大了 所以他在很多 小地方的着手 因此其实在 短短的一年之后 当时会计的 财政的部分的结算 就立刻一年内 就立刻反盈利了 1240亿的日币 当中只有400亿 是省下来 或者是说是各方面 因为过去大家 随便的标案 用的东西 都非常的浪费 他让每一个员工 都觉得 企业的生存 是跟自己生死与共的 所以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在这一次 他当然是不幸90岁 其实也是很 人生很圆满的过世 非常难得的部分 我们要知道 刚刚全球 其实都对他致哀 特别是包括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有正式的表达 中国国家 对他的这个部分的敬意 中国大陆外交部 很少 只有像隐形高仓舰 或者是包括这些 送到和服的时候 他提出 很多企业界的人 都很在怀念他 好 我们看到 这个道胜和服 他在一年的时间 那么就让日航 转会为营 三年后 让日航重新回到了 世界500强的行列 这是他的经营之道 不过我们说到 现在却有越来越多 日本企业 他们是只存钱 却是不花钱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稍微回来